Hello 大家好 我知道最近大家很忙於找消毒用品或清潔用品 今天想介紹一件東西 就是雙氧水 大家可能平時比較少用雙氧水 其實它也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消毒殺菌 以及殺滅病毒的一種物質 雙氧水大家可能之前聽過用來漂頭髮 就會用到一些雙氧水 但其他情況可能很少聽到會用這個東西 其實雙氧水是一種非常有用 以及很多功能的一種材料 我們平時漂頭髮用 通常會用一個比較濃度高一點 可能6%至9%的雙氧水 用來染髮或漂頭髮 其實雙氧水也是一種漂白的材料 例如一些衣物或廚房或廁所或污漬 都可以用雙氧水來漂白 例如洗衣時用來加少許 或是洗澡缸或洗手盤的邊緣 有些黑色發霧 其實它也可以殺死霧菌 以及可以幫助漂白你的地方 如果你想這樣用 其實你可以把雙氧水 混合少許的小梳打 兩個混合 因為小梳打不太用 會變成一個小壺 可以塗在前磚邊或浴缸邊 用來殺死霧菌 以及漂白的 另外因為雙氧水 本身完全沒有毒性 不像漂白水一樣 有時用得多會怕對身體有害 或對家庭的寵物會有影響 雙氧水相對來說會安全很多 因為它會自然分解 分解後會變回清水和氧氣 所以這兩樣東西都不會造成任何毒性或有害傷害環境 所以如果你家裡有養小動物 又想用家居清潔消毒 最好不要用漂白水 改用雙氧水 除了這些之外 其實有些朋友會用雙氧水來消毒皮膚 甚至可以用朗口水來消毒口腔 都可以 因為它沒有毒的關係 因為如果你只是不小心吞到少量的濃度 其實也沒有影響 如果你想消毒皮膚 其實3% 我們現在賣這個濃度 你可以直接進來消毒 又或者你再溝稀少少都一樣可以 一般來說 如果你想有效殺滅病毒的話 最少就要用0.5%的雙氧水 即是你拿這個3%再開啟1.5%的話 就可以得出0.5% 當然這個濃度高一點 那個殺菌力會高一點 所以如果你不需要很大份量用的話 其實你可以直接用這個3%的用液 大家留意這件事 你見到我們現在賣這個雙氧水 都是用一個黑色的膠瓶來裝的 因為其實雙氧水是不適合用玻璃瓶 或者是用一些透明瓶來裝的 因為它如果接觸到光線 或者接觸到一些有金屬離子的東西 它就會分解 這樣就會無效 所以大家如果你想再稀釋它 又或者你弄一些產品是加了雙氧水的話 記得也找一些深色遮光的塑膠瓶來裝 這樣就會安全一點和有效一點